来看第一条片子 记者要肩负着很多社会责任 把真实当作新闻的生命 深入调查研究 报道要做到真实 准确 全面 客观 于是我有了引以为要的职业病 爱较真儿 随时随地下意识地搜集素材 看到新闻会停下来琢磨一下 我也从一个嘻嘻哈哈的大男孩 变得严谨 专注和有责任心 今年春节疫情期间 我和同事们轮流值班 手机24小时开机 随时待命 第一时间就要把前方记者 发回的视频剪辑成片 追踪报道江苏沈云厄医护人员出征 及后勤保障工作等 尽早让大众了解疫情的真实情况 变异时间 我喜欢跳舞 累 但是很欢乐 平时表面嘻哈哈 但是内心有自己的小追求 也不断地为自己的小目标而加油 比如现就一段 就想好好赚钱买辆车找个女朋友 刚才那个片子 他给了我一些个人的一些联想 他做新闻记者 我做了10年 将近10年的新闻主播 我在做新闻主播的时候 17年前是非典的时候 播《南京陵距离》 是和前方的记者在联系 我在想那个时候的疫情 对我的工作当然也是有影响的 那个时候在演播室里边 就是一个人面对对面一个 黑洞洞的镜头 那个房间里边只有一个灯光师 和我没有别人了 所以有疫情没疫情 我的工作就是那样 就是在一个孤独的直播间里 看到一个镜头 但是你看现在做《非诚勿扰》 那就不一样了 在疫情期间 我们做了很多的特殊的安排 我们在现场 原来有600多个观众 现在我们是云录制 我们的观众也在鼓掌呢 你看 24个女生 因为特殊的需要 我们减成了12 我们在北京的嘉宾 就不能来到现场 由黄瀚老师替班 两次疫情 我都在做节目 真是那种感慨啊 17年一晃就过去了